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5月12日 星期四 李家超 正式成為 香港的新特首 他在小學的時候 讀的那間深水埗五一工商總會學校 這個學校近兩天 掛著很大的直翻Banner 說慶祝 這個校友李家超當選行政長官 嚴烈祝賀 也展示了很多張李家超出席校慶活動的照片 這間學校 裡面的學校的逼捕版展示了李家超2018年 以保安局局長身份參加校慶典禮的照片 這個學校的校友 也在社交網集貼文 就說 熱烈祝賀李家超校友當選新一屆特區行政長官 這間學校 原來 1957年成立 跟李家超出生的一年是一樣的 李家超在這個學校度過了6年的小學歲月 及後以優異成績入讀九龍華人書院 這間學校的校長王錦耀早前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 有幸這個學校培育的校友長大後可以成為行政長官 過去這間學校舉行校慶活動的時候 李家超也曾經做過主禮嘉賓 言談間感覺對方很關心武校及年輕師弟妹 非常親切 不過 事實好像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看到李家超一直都強調他是九龍華人的畢業生 九龍華人的畢業生 但是 從來也很少提及過 他讀過這間深水埗五一工商 還會學校 為什麼呢 因為這間學校 在深水埗來說 可以說是 臭命遠波 所以 通常 不是很多人會 在深水埗五一工程會告訴大家他是在這間學校畢業 當然是小學五代是甚麼的 即使中學也是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 有人在求職 或是寫CV 即使去到40歲 甚至乎再老一點的時候 他 都會強調 他是哪一間名校的畢業生 例如拔萃 例如喇沙 會被人覺得 原來 你 一生人 又或者你的半生人 只是 有甚麼事可以令到引以自豪 原來就是 在中學時期 讀過名校 中學之後的歲月 有沒有甚麼值得說 沒有 原來是沒有 這件事 其實是香港的一種 有些名校生 我不是說得罪名校 很多時候 他們很強調自己 我是喇沙仔 我是拔萃 哪一間名校 很多時候 去到 求職 或者去到成人的世界 你之前讀過的中學 其實只是一個階段 一個名牌中學畢業生 名牌中學 只是不是大學 我不是啊 我是麻生理工 我是祖道田大學 我是北大清華 其實也算是可以引以自豪 中學 很奇怪 其實香港人才有 炫耀自己 是哪間中學名牌中學畢業生 有甚麼值得 那麼之後有沒有東西寫出來呢 他只是強調 他是那間名校的畢業生 當然很麻煩 九龍華人也算是名校 好了 原來這間學校 就是他一生人 最引以為傲的一件事 這樣就麻煩了 所以 這個是 老闆請人的時候 跟我說的很多次 那些名校畢業生 尤其是中學名校 其實是很難撐 所以他通常看到這些 他也會排後一點 因為 通常不能做事 因為 四十幾歲人來見工 CV 最強調他就在拔萃畢業 或者哪間學校畢業 原來一生人 你讀完中學之後 那二十幾年做過甚麼呀 有沒有甚麼引以為傲的事情 有沒有甚麼值得說的 沒有 講完中學 我們講小學 李家超 只是強調他是九華畢業 在九華讀書 小學 不想說 因為這間學校 當然很差 被深水埗的街坊稱為垃圾學校 校風差 又很雜 裏面又不是很 我們不是有心去 詆毀一間學校 但是 這間學校 竟然 竟然是把這個落草為購 幫中共 鎮壓香港的李家超 好像與有榮言 有沒有小學會出來說 我們的校友是希特拉 他 很厲害的 他帶領德國 征服歐洲 會不會這樣 不會呀 當然啦 跟希特拉比 好像侮辱了希特拉 但是 如果 現在歷史太遠了 你不會覺得有些學校出來說 我們本校的校友 是韓陀奏 是秦繪 是來進神 是趙高 本校的校友趙高 成為大秦的宰相 是不是 又或者 成為一個 大宋的丞相 秦繪校友 會不會呀 不會呀 很醜 香港 現在出現的情況 就是臭鞏出臭草 有些甚麼學校 就教到甚麼人渣出來 好了 當然是不是人渣呢 我們不敢說 不過 有一件事 現在香港的傳媒 三鑑其口 我們想跟大家關心一下 李家超 這個 家人 以及他 那個 過往的做過的事情好嗎 說之前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 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因為網友提醒我 李家超是57年出生 77年 去做警察 投考警察 即是當年20歲 他當然 做警察的時候還未夠20歲的 因為他是12月7日出生的 即是年尾生的 即是說他當警察那年 是19歲多 但是 19歲多當警察 20歲他就生兒子了 他的兒子 是1978年出生的 即是他20歲比較鬆 他的兒子出生 但是他是1980年結婚的 22歲多 未夠23歲 但是李家超的老婆的出生日期 是保密 是不可以公開的 大家知道他老婆何時出生嗎 不知道 他老婆為甚麼 跟他生完子後兩年才跟他結婚呢 因為16歲不可以結婚 等他18歲才結婚 還是 他結婚那年 可能也未夠18歲 可能是16歲 17歲結婚呢 因為 有父母簽字 16歲可以結婚 生兒子那年 究竟 是16歲 還是15歲 還是14歲 不知道 大家想想 我們也要關心一下 李家超的老婆是多少歲結婚 多少歲生兒子 因為 兩人 是1980年結婚 但是他的兒子 是在他們兩個結婚前 他的長子叫李文龍 是在 結婚兩年前 大約也不敢說 你的長子多少年出生啊 李文龍 在他結婚之前兩年出生 即是怎樣 李家超當年是20歲多 未夠21歲 那麼 他的太太究竟是多少歲 為甚麼會生了之後兩年才結婚呢 是不是當年才夠16歲呢 這個真的有個問題 因為你15歲不結婚的 最少16歲才可以結婚的 是不是 他當時是14歲 就生了這個兒子 這也算是很年輕的 我們不是要怪他衰十一 不是要怪他 跟微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 而是覺得他 他也是 沒有恥亂中氣 從一而終 14歲 跟太太生完之後 當時是女朋友 生完 也是 確守父親的本份 然後 就很努力做警察 當然 19歲多做警察 搞大了一個14歲的年輕人 當時來說 我想也不是很大件事 現在的香港人就覺得不行 其實 中國人一向很早婚 如果大家有讀歷史就知道了 徐文帝楊堅 14歲結婚 他當時娶的老婆 叫做獨孤家樂 12歲 但是當時是早婚 14歲娶12歲 當時 你知道嗎 唐太宗李世民 15歲 就做標記大將軍 所以當年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現在西方社會就說要保護兒童 16歲以下就叫未成年少女 我們是想知道的 其實我們不想 去揣測李家超是不是14歲搞大人 當時的 女朋友 只有14歲 就生了兒子 所以等到16歲才結婚 還是 16歲生兒子等到18歲結婚 不知道的 不如你自己搞大一下 你太太很簡單 80年結婚 你數個出生日期告訴別人 你什麼時候出生就知道 正常結婚證書是有的 有會記錄 當年結婚的時候 男方多少歲 女方多少歲 當年 如果 香港政府沒有隱藏資料的話 婚姻註冊處應該查得到 我們 看到有網友這樣說 我們也不敢肯定是不是 李家超 當年是衰十一 事情已經過去了 現在他還做了特首 即使是又怎樣 有誰敢說呢 香港 沒有 我們只是看到 人們很忍悔地說 不敢說出來 因為怕被人拘捕 我們不怕被人拘捕 我們希望 李家超的太太叫什麼名字 Janette 林麗善 Janette 幫幫忙 說一說你的出生日期 讓大家知道吧 無謂 讓人家冤枉你老公 是不是 這一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裡 拜拜